321 台湾共产 民洋海外上升国际上 台南市政府第一次率团 在新加坡和加拿大办理一 文担委主帝的促销外党 典型两岸加州 9月30日的英华市政中心股板 台南農散海外扩销成果发表会 特别邀请行政与农委会国际厨房 国华食品酒当事厅 外博协会台南拜祀厨酒主任 以及这次参加坡和抗销成果 加拿大是从温哥华岛西岸一直到东岸 纽芬南岛10个省份的 我们都有做批发 那因为我们现在从以前刚开始的一个小会 到像我们每天出一个40次货会 全部都是台湾的 我们国华有3000多的品种 全部从台湾过来的 是全世界五一五二 这么大的业卖场 没有一样大陆的产品 全部都是台湾的 3 2 1 哇 台南市政府接触 抗电海外消息市场 台南新鲜农产品的品质不断提升 加工技术也不断精进 你的国际上受到肯定 抗电海外消息通路 提高農民收益 辅助提升農産品的品质 一定以来 都是市府推动農産事务的初衷 我们今年开拓了这个加拿大市场 以及新加坡市场 没想到都是玩秀的状况 而且是非常受欢迎的情形 所以呢 我们要预做未来的准备 准备明年的整体的这个外交的状况 所以总是先布好局 才不会说零到 事情到头了才晃晃晃晃的 到时候变成混蛋之乱 芒果之乱 这个凤梨之乱 所以我们很希望说 把这个行销系统给做好 未来 我们才会持续跟许多通路商 跟外贸协会 跟农委会 以及我们的农会 密切的合作 来再创台南农业产销的佳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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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